或许在每天破晓的时候 你依旧会不情愿地张开眼睛 但希望你记得悲伤 也记住 你总不会忘记微笑 并且 当你灰心的时候 希望你想想过去 原先以为能将自己祈祷的艰难和先祖 而我们总能万好如初的 再次上世界 交付热情和真心 今天要跟你分享的是 如何制作出像前面那种带有日系感的影片 主要会分为三个部分 分别是构图、动作跟情景 首先来讲构图 在这次的影片当中 我大量使用二段式的拍摄手法 也就是虚化 一般来说 大部分的人在拍摄的时候 会默认把镜头的焦对在人物身上 但除了拍摄这样的镜头 我通常还会有一个习惯 就是去拍把人当成前景 对焦在背景的画面 例如这个是在我们准备前往 赵瓶酒店吃烤牙的路上 偶然撞见的一个巷子 我先是拍了一个对焦在人物上的画面 跟大家一样 接着又多拍摄了一个对焦在天空的画面 这样我在后期剪辑的时候就多了一种能凸显空间感 然后比较有故事感的画面选择了 不过这样的拍摄技巧 其实还没有带来太多的日系感 你可以再加上另外一个技巧 留白 简单说 就是让镜头当中的物体数量减少 人物的占比变少 例如这个一样是在吃烤牙的路上 遇到的一个我觉得超级像日本那种 错柔有字的街道 如果人物画面当中的占比太大的话 我自己感觉就没那么日系了 但如果把镜头稍稍的往上带一点点 给天空更多的留白 我就觉得相对日系一点点了 如果再结合刚才讲的虚化技巧 那就更完美了 因为日本给我的感觉 是那种干净整洁保守内敛 所以只要善用虚化跟留白的技巧 就能为你的影片增加更多的日系感 接着是动作 这支影片的动作其实很担忧 很多的画面都只是在走路 或是站在镜头前面发展而已 但正是因为这些轻油不拖泥带水的动作 才让影片变得更日系 有些动作只要出现 就会让人立刻联想到日本 例如喝茶、写信或许愿 你当然可以参考日本 浪漫电影当中出现的动作 但是记得不要参考日本爱情动作 这边要特别注意的是 如果model的动作做得太浮夸 例如插手、耸肩、四肢张得太开 又或者出现那种 好像别人欠他3000万的表情 整个影片的氛围就会变得很欧美 可以尽量避免 最后是情境 速到情境的方法可以通过三个方向去达成 分别是服装、道具跟场地 首先是服装 这支影片主要的日系服装设定有 浴衣、制服跟草帽 例如这个在绿武园区拍摄的画面 相同的场地 如果是穿上一般的服装 就感觉没什么特别的 但只要穿上浴衣 就能立刻有日系感 就算在镜头前面拉屎也一样很日系 还有这种毛衣跟衬衫搭配的制服 也会让我联想到日本高校生 草帽也会给我一种日系的感觉 可能是因为我孩子往往看多了吧 接着是道具 我从小就很喜欢花 因为花这种植物的细节 让我觉得不可思议 所以这支影片一样有加入花的元素 不过我挑的是那种比较淡色系的花 才能保持画面的干净感 如果花的饱额度太高 或是你用的是玫瑰花的话 我觉得就差那么一点意思 像是这支节目 画面虽然很美 但因为它的茶壶、叉子 跟蛋糕太阳气了 所以即便我觉得画面很好看 也只能舍弃掉 你还可以加入像是风铃、灯跟茶的元素 都能让观众立刻联想到日本 最后是场地 我通常会选择有大量木质的空间 还有铁路 因为大多数学生都会达成 大众交通工具上下课 当然如果你家有钱 学生时期就开名车上学 你觉得那是日系的话 我也不能多做什么 接着是茶圆 这一样可以让观众立刻联想到日本的茶道 记住 场地的挑选特别重要 如果你选择在台南气媚博物馆这种有外国元素的地方拍摄 那么不论你怎么拍都很难拍出日系感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对你在日后创作的日系影片 能够有所帮助 当然 每个人心中对日本的记忆连结都不大一样 例如有些人可能对耐良的记忆很深 那么他或许会认为 如果没有出现录在影片中的话 就不会有日系感 又例如我印象中的日本 可能是浅蓝色浅紫色的 这原因可能也跟我去日本大多数的时间 遇到的天气都是阴天有关 所有的影像创作 不过是自己人生故事的一种投射 热爱摄影的人 不过只是选择以相机代替嘴巴 以用心录下每一阵来代替言语罢了 所以你可以说这是一期日系的摄影教学 你也可以说 其实是我在跟你分享 我记忆中的日本 感谢你耐心看完这支影片 这是我的第一支摄影教学影片 如果想学什么内容都欢迎在底下告诉我 虽然我摄影是自学的 虽然你能力有限 但我会尽全力的跟你分享 我所知道的摄影知识 如果觉得内容不错的话 希望你可以留言鼓励我 或是分享给你觉得需要的朋友 如果你有更好 创作出日系感的方法 也非常希望你可以跟我分享 我是吴金凯 那么我们下次见 拜拜